嘿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來教學新的 iPhone 15 系列 它的相機應該怎麼使用 除了這次新的 iPhone 15 之外 iOS 17 的更新 他們在相機的功能上面也做了很多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四個時候 已經兩年沒有做這個教學了 我們這次來做一個相機怎麼使用的總整理 這邊你可以看到我這支手機 就是把它全部清空 所以它裡面的設定就會像你剛拿到的手機一樣 我們就從頭開始跟你做教學 就向上滑開始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相機 App 的 icon 我們先不要進去 我們先到設定這邊 首先我們就先到這邊滑到下面 大家會看到設定的底部會有一個相機 App 的設定 這邊先點進去 好 點進去之後 這邊有非常多不同的項目可以設定 可是大家先不要緊張 我們會慢慢來解釋 首先上面這邊就是讓你一般錄影的格式 這邊你點進去就有非常多不同的格式可以做選擇 這個前面的數字代表的就是它的解析度 720p 1080p 4k 我建議其實現在的時代大家都可以試著去錄到4k的解析度 至於這邊的後面的這個數字 24 30 跟60 就是你每一秒它會錄幾張 這個一般來講大家的偏好都不一樣 我覺得你比較需要知道的一個點就是說 很多人喜歡錄影片然後上傳到你的 IG 的話 這種時候大家有沒有看到很多人的 IG 的線動 好像都會卡卡頓頓的好像有跳一張跳一張 其實就是因為它們選到24這個選項 如果你想要它你上傳到 IG 的線動是很順暢的話 那就可以選 30 或者是 60 我們這邊先預設到 30 這邊也會跟你說 每一個格式它所佔的檔案量是多少 再來這個 PLA 的格式 大家這個就可以不用去理它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沒有使用這個格式 這邊有一個增強穩定效果和電影集 這邊它會在畫面裡面稍微做一點裁切 所以如果你常需要錄的對象是寵物跟小孩 你要注意它移動的話 這種時候這個地方就可以先開啟 這個跟一般的運動模式 等一下我們在相機裡面會看到又不太一樣 好 動作模式低光呢 這個會在低光源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要開啟這個動作的模式 它會降低穩定效果 因為如果你要低光的模式的時候 它的幀數還有它的快門數都要做調整 這邊它會因應你需要的場景去做調整 HDR 的影片這一點 我覺得它可以錄到滿多細節 尤其在高光低光對比很強的時候 但是這個可能會讓你在分享到電腦上 或其他裝置上 有時候不一定能看到這樣的規格 如果你身邊都是蘋果生態鏈 你喜歡做這種分享的話 這個就可以預設開啟 自動FPS的這一點 它會依據場景 我們剛剛有講嘛 這個FPS就是每秒它要錄幾格 低光源的時候 它可能要以每秒降低它錄的格數來講 來維持它畫面的亮度 這一點我覺得跟剛剛這些動作低光模式一樣 就看你有沒有常要在低光源下面來做錄影 鎖定相機的時候是說 你在開始錄影的時候 它就不會讓你切換你的相機的鏡頭 再來鎖定白平衡這一點 這個我覺得尤其是如果你今天錄的場景 比如說有人在拍一些網美照 網美錄影的時候 可能你去的咖啡廳 它的背面的強色是整個亮白色的 這種時候你在錄影的時候有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側光一跑掉 你的皮膚顏色也跟著變 這個如果你開下去的話 就可以讓它開始錄影的時候 它的白平衡就不會在這之中去做改變 但當你停止錄影的時候 它的白平衡還是可以跟著現場的光源去做偵測 好啦 今天的影片贊助上不得了了 就是美國最大的iPhone配件品牌 AutoBox 它們也是官方直接合作的品牌 在我們這邊購買 也會有買殼就送保護貼的其他優惠 所以不要錯過囉 我們這邊就來介紹它們一系列iPhone 15的產品吧 首先就是Defender XT 這絕對是它們最防摔的一款 擁有5倍的均規防摔等級 講到AutoBox的防摔能力 應該沒有人會質疑吧 超強的多重防護 橡膠材質的紋路設計 手握感一流 非常的紮實 這個是在兼顧防摔 還有手握感上面的最佳選擇 在它底部充電孔的地方 還有防塵蓋 來避免污垢塵土 還有碎石跑進去 如果你也是護外運動 還有登山的愛好者的話 這款就是非常的適合你 它底部也有掛繩的孔位 讓你想要解放雙手掛的它有沒有問題 結合以上所有的獨家設計 還有超防摔的特性 它還是有支援蘋果官方認證的MagSafe 再搭配任何的配件上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還想要更輕薄 同時在防摔能力上也不妥協的殼的話 那這一款Symmetry Plus 就會很適合你 它擁有三倍均規防摔的等級 內部有網狀設計的結構 可以有效減緩衝擊力 它有非常多款的顏色可以選擇 然後它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而且用的材質還有殼的弧度 輕膚感和手感都是絕佳 同樣有支援Apple MagSafe 的款式 可以供你挑選 那再來還有自帶掛繩的 Re-Add Necklace MagSafe 款式 可以供你選擇 它殼裝內已經附上掛繩 底部用雙開孔的方式讓掛繩可以貫穿 非常的安全牢固 重點是手感一樣極佳 有軍規的防摔能力 適合隨時想要使用掛繩的人來挑選 再來它們也有皮套系列 可以保護住你的前螢幕 內部也可以放置信用卡和悠遊卡 重點是它是背部一樣支援了認真的MagSafe 在無線充電還有配件使用上都更加的方便 其他像是Other Grip 系列 它有隱藏式的指環 安全手握的同時 它背部一樣支援了MagSafe 另外也有皮帶扣的Defender系列讓你可以掛在你的腰上 以上講的所有Otherbox支援MagSafe的系列 都能搭配我先生有介紹過的貝加能行動電源 用殼上的MagSafe直接吸上去就能進行充電 當然我們頻道的觀眾也有特別的優惠 首先就是你只要購買任何一款Otherbox的手機殼 都會直接附上一款保護貼 如果你買滿2000的話 就會直接送你一款35W雙孔的充電筒 如果你買滿3800的話 就直接送你這一款Otherbox的紅酒杯 OK 我會把我們所有的專屬優惠的連結放在下方 大家快點去買囉 好 我們回到先前慢動作的錄影了 這個我覺得120fps或者是240fps 就看你動作要放得多慢 但是在光源不好的時候盡量用120fps 光源好的時候可以用240 好 錄製電影集模式的話 這邊我個人建議也是用到4K 電影集模式它的效果就是說 它可以在錄影的當下去調整你要對焦的地方 它會用數位的方式去虛化你不要對焦的點 不管是人物或是背景它都可以做調整 你用電影集模式來拍攝之後 你的影片在事後拍攝完之後 也可以回到影片檔案裡面 去做它焦距的調整 這一點我是覺得非常喜歡 所以建議也是錄4K 但是看你的手機的容量夠不夠 好 下一點我們來到格式的地方 高效率的話就是說 它可以壓縮比較多的這個檔案量 這種時候它可以儲存更多的照片或是影片 在你的手機裡面 這邊如果你常常要傳到Windows 或是傳給其他裝置的話 早年來其實會有比較多相容性的問題 可是現在其實這個格式 越來越多裝置也都相容 這邊的話我覺得就是選高效率 我覺得它可以省下比較多檔案的空間 照片模式這個也是 現在iPhone 15 系列有一個新的功能 你可以選擇要1200萬畫素 或者是2400萬畫素 可以看到它的檔案容量 差了大約是1.5倍左右 我個人覺得既然有這個新功能 你可以拍到更多細節的照片 就算你可能覺得當下 你不用到一個那麼大檔案量的照片 可是你有更多的細節 你事後不管是一個風景照 或是說你拍小孩的時候 可能拍到很多路人 你想要做裁切的話 你有更多的畫素 自然就有保留更多的細節 可以讓你做裁切 再來這邊就是ProRAW的控制的項目 這邊你可以預設 我個人覺得這個ProRAW的功能 是很少人會去用到 它的檔案量非常非常大 一張照片可以到將近75MB 對比一張4800萬畫素 如果你真的需要這個比較專業的解析度的話 它只有5個MB 所以我覺得它是非常佔檔案量 我覺得真的有專業攝影師 可能他們也很需要這一些格式 事後來做調節的話 這是他們會自己去選擇 我覺得個人的話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想要玩玩這個檔案 或是這張解析度照片的話 就選一般這種有壓縮檔的4800萬就好 好再來這個影片拍攝的格式 這個也是在15Pro 或是先前14Pro系列才會有 你開啟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它裡面有很多編碼可以去選擇 你可以選擇它錄成HDR 它可能有很多高動態範圍 這個影片或是SDR 再來就是一個Lock的檔案 這個檔案格式我覺得它應該 如果你會問這個問題的人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可能你就不太需要 因為以我看來我自己也不需要這個格式 我覺得這事實上很多專業攝影師 他們很習慣說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保留最多的動態範圍 事後再去做角色去上色去做調整 這種時候他們可能想要手上的手機 也有這個功能 蘋果這次有多了這個選擇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ProRes編碼裡面 你可以開啟試玩看看 你平常不要用的話 其實它就自己是預設是關掉的 但是它的檔案的空間是非常非常佔容量 所以這種時候他們這次也提供了 可以外錄到你USB-C的這個SSD 硬碟的這個功能 這邊的話我個人覺得 一般使用者就不太需要去煩惱這個部分 因為真的這個檔案 就算真的錄出來的時候 事後要儲存要處理要備份 也是非常佔空間 好保留設定的地方 這邊就是說你在開啟相機裡面以後 做的任何設定 是不是要在下次開啟的時候也保留下來 這邊我會用到的地方就是在我去旅遊的時候 我可能這個場景我大致上知道 我都是要錄影或是我都是要拍照 或者說我可能拍的照片都是很類似的情況下 我希望做完一次設定之後 這些設定都保留在我下次開啟相機的時候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看到相機模式 自訂控制項目 景深控制 這些全部都可以讓你去選擇 你要保留哪一個功能 在你下次開啟相機的時候是開啟的 其實現在給的細項功能越來越多了 連微距 動作模式 ProRAW 或是ProRes 或是原框照片都可以讓你調整 好 這個錄製立體聲 它就可以用兩個麥克風去錄製這個立體環境音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滿好 尤其你時候在播放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有這個立體聲喇叭 或是你是用耳機聽的話 就可以聽出它這個立體聲的差別 使用調高的音量來做連拍 就是這邊你按著不要放的時候 它就可以進行連拍的照片 我覺得這個在追焦 追小孩 追寵物的時候 這個功能你可以按著也是滿好用的 掃描行動條碼 這個就是QR Code 什麼 是不是在你開啟相機的當下 就可以直接它去辨識 現在是不是有條碼可以掃描 我覺得這個也很方便 文字偵測這個就是 如果有文字偵測你想要做掃描 做這個文字或是你直接做翻譯的話 這個功能也可以直接開啟 好 再來就是它的隔線 你開啟的話 你開啟相機的時候就會看到 它有這個隔線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算是滿方便 讓大家去做構圖 或是說你今天要拍很多張照片 你想確定它都是在一樣的這個取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開啟 水平音這個也是我覺得 必要開啟一個地方 就在你開啟相機之後 看到這邊會有一個水平音出來 就是讓你確保說 你現在相機是不是在一個水平的狀態 只有你在動的時候它才會出現 這個我覺得有時候在拍一些風景 或場景或是房子的時候 你想要對齊它的這個水平 不然照片會整個歪掉 我個人是必定開啟的 前置相機鏡頭反轉 有人覺得前置相機好像拍出來的時候 它都會再反轉一下 你可以就把它直接開啟 這樣就是你看到 就是你到時候拍出來 就是一模一樣的照片 好 再來這個檢視觀景窗外的區域 這個地方就是在你 譬如說現在有很多顆鏡頭 你用主鏡頭的時候你想要看到說 如果現在換得超廣角 外面大概會看到什麼區域 它就會顯示在這個畫面上 在這個攝影風格就是蘋果現在 它可以從演算法的層級後 去改變你照片成像的顏色 這個部分跟事後的濾鏡不太一樣 你一做了之後 風格就不能再去做調整 就是你照片拍完 如果你今天選擇這個拍完 它就是這個風格 你還是可以上濾鏡 可是它的這個演算法層級的這個角色 它就不會再去讓你做調整 這個你可以看自己要不要去做改變 像有人可能從Android 換過來 它比較習慣偏冷色調 你就可以換到這個冷色調的風格 你也可以去針對自己的膚色去選一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你膚色拍出來的這個風格 然後選這個方向來使用 好 下一個主相機 這個也是在15 Pro 系列上面 這個獨有的功能 它的主鏡頭可以讓你去做 更多不同焦段的裁切 但它不是單純的數位裁切 它其實真的是有這個焦段 它做完這個拍攝之後 它會去做影像融合去增加它的畫素 所以不管你選哪樣的裁切 你得到的照片都會是2400萬 而且它的細節會比你直接用 一倍鏡來拍攝 事後再去裁切得到的細節還要多 這邊就看你想不要選啊 你要什麼焦段 或者說你要不要1倍 1.2倍 1.5倍 或者說你覺得都不要 你覺得很麻煩 主鏡頭你不要讓它跳來跳去 你可以把它關掉 這個我覺得很多喜歡接拍的人 這個焦段 Leica Q 的焦段 或者這個富士 X100 的焦段 這個應該會滿多你想要玩玩看 OK 好 在拍照模式中的人像 這個也是在這次15 系列的 全新有的功能 就在你拍照的同時 它自己會顯示書 你是不是需要開啟這個人像模式 這通常在它有偵測到人的時候 有物品的時候有人的時候 它就會下面會出現一個 小F 的這個標誌在這邊 這種時候如果你點下那個F 它就會去讓你預覽說 這次人像模式拍起來的景深會是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開啟 好 鏡頭矯正 其實這個就是超廣角或是前鏡頭吧 它其實這種廣角鏡頭 有時候在邊角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比較多鏡頭的扭曲 這邊它會數位已經先幫你做好矯正 這邊我就是維持開啟 微距控制這個就是 蘋果的微距鏡 有時候它會自己跳過去 大家看到這個小花的這個圖案 有些時候你其實還是想用主鏡頭 你不想用微距的時候 它就出現這個標誌 可以這樣去把它關掉 好啦 大致上 我覺得主要的設定就在這邊 我每一項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你想要怎麼去做設定做調整 大家要記得很多設定都是要回到這邊才能去做更動 那再來我們就從相機拍攝的畫面開始教學吧 好 那再來我們就進到相機的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一開始打開會有最多人使用的地方 那這邊有分上排 這邊有一些功能鍵在上面 這就是閃光燈的調整 那這個只是快速的調整 等一下還有細項的調整在下面 這個就是要不要叫出這些細項調整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有開寫這個高畫素的這個選擇 你想要拍4800萬畫素 或你想要拍一些ProRod等級的時候 你可以按著標放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你要Rod 1200萬畫素 或是4800萬畫素 那再來這個標示就是動態照片 動態照片你拍下去之後 它保留的照片就會是一段影片 拍下去之後 對 那這個好處當然是除了 有時候眨眼睛可以去處理掉 那另外就是說 你以後回到這個圓框照片的時候 你可以再調整說 你到底要這段影片裡面的哪一段當成你主要的照片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到下面這邊 這邊就是鏡頭不同焦段的選擇 那真正的蘋果上面 在背後它只有三顆鏡頭 就是0.51 跟5倍 這才是Pro Max 和 Super Max 所以它是這三顆 那如果你是Pro的話 它是0.51 跟3倍 那如果你是45系列的話 它就是0.51 跟1 那這邊的這個兩倍 它其實是數位裁切 它還是從1倍鏡去裁切出來 所以你看它在切換的時候 其實它的畫面是不會有一個改變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不同焦段的選擇 就是在這邊 1 的地方 你可以按 28 1.2 倍 或是 35 1.5 倍 那這個就在這個地方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那另外一個變換焦段的方式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去點不同顆鏡頭 那或是你可以按著標放 去抓 去做改變 那這個方式在你錄影的時候 也是可以直接做這樣的操作 好 那下來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上面有這個 這邊有更多選單可以讓你調整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有 散光燈模式可以讓你去選擇自動開啟或是關閉 那這個原況照片自動開啟或是關閉 所以更多細項都是可以讓這邊做調整 那這個就是不同的風格檔 我們剛剛有講到 那這個照片的比例 那這邊任何比例的改變都是做裁切 它只是把你現在現有拍攝到的畫面去做裁切 所以這個建議一般可能就不太要去開啦 除非你覺得真的有很幫助你構圖的話 那這個就是在你曝光的時候要不要先鎖定它的亮度在哪裡 那再來這個就是計時器如果你今天要自拍啊 或是一群人要拍照的時候可以開啟 那再來這個是濾鏡 那這個濾鏡跟剛剛的那個風格檔不一樣 這面濾鏡在你拍攝完之後 你還是可以回到照片的本身 去做濾鏡的調整 你濾鏡選完之後事後可以更動 但是風格檔拍完之後事後就不能做更動 那在一般的操作你當然可以 你在拍照的這個模式你按著不要放 它可以自己開始錄影 那你同時你可以向上滑 就可以自己切換鏡頭 或者去變換它的焦段 這都是你單手就可以讓你操作 那另外呢你如果想要不要一直按著 就可以直接錄影 你可以放在這邊 它就開始鎖住自己開始錄影 那或者是你想要進行連拍 像我們剛剛有做那個攝影 你可以按著這個不要放 好再來我們看這邊下面有說不同模式 那其實這邊還是有一個本來的人像模式 那這邊還是可以做一些更細節的調整 看你想要拍攝什麼樣的人像照片 那或者在這邊你也可以做不同鏡頭的切換 不同焦段的切換 那我個人覺得現在有這個自動人像模式 尤其在15系列上面之後 我其實就不太會去用這個人像模式 那在這邊有一個全景模式 大家應該就知道就是要拍風景的時候 你可以從一個點把你的相機往另一邊掃描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換過來 從這邊開始向另一邊掃描 那再來呢我們來到這個錄影的模式後 這邊看到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燈要不要打開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專業ProRes的這個規格 那這個規格你還是可以 我們剛剛開啟之後 你還是可以過來這邊進行開啟 那我選的是Lock的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畫面就變成動態範圍很低 那你錄影最長的時間也剩下74分鐘 那我這支是完全沒有放進任何檔案的 512GB 的 iPhone 15 Pro Max 那再來這個就是運動模式 我一開啟大家可以看到畫面會做裁切 你看到超廣角鏡頭 你看到其實非常廣 但是你一開啟的話 它就做一個裁切 那你同時你還是可以用一倍鏡 用兩倍鏡什麼去做 這個運動模式的錄影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大的裁切 我一關掉 它的畫面會有裁切 它就是用這種畫面裁切的方式 去抓中間穩定的地方來做調整 但是也不要把它想著 好像有穩定器那麼穩定 真的要晃來晃去晃太大的話 它也是就不會來 那上面這邊你還是可以 很快去做你格式的調整 像我剛剛講 4K 30 4K 60 4K 24 或是 HD 這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快速做調整 另外你還是可以叫出這些細項的選單 閃光燈 曝光 要不要開啟 For Rest 或是這個運動模式 有沒有一些比較細項的調整 這個你都可以在這邊來做開啟 那再來下一個就是電影集模式 電影集模式是我很愛用的一個錄影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它就直接預設 讓你看到現在模擬景深的這個畫面 那可以看到這邊你可以選它景深 現在的光圈 模擬光圈要開到多少 那我開到最低的時候 背景就沒有那麼模糊 然後我開到最高的時候背景就更模糊 那這個都是在可以拍攝完之後 再去做選擇 事後還可以回到影片再調整 但是要記得一點 我就要把它全部關掉 可以看到背景還是有點模糊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它本身光學的閃景 如果當你拍攝的物品跟背景有點遠的話 它自然光學的閃景一定會出現 那這個部分你事後要救也救不回來 所以還是針對你要拍攝的主體電影集模式 還是比較幫你要針對 譬如說你要拍小孩的時候 想要把背景一些 你不想拍到人糊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那你一樣可以做不同格式的調整 那一樣景深這些都可以再另外 可以來做一些比較細項的調整 那慢動作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進行拍攝選鏡頭 然後做它規格的調整 140-220 那縮時攝影可以調整就稍微少一點 通常就是曝光 因為你可能要拍的縮時攝影 你可能知道說等一下會有太陽升起 那你就先把它降低一點 然後進行你的縮時攝影的設定 那如果你要用前鏡頭的話 就記得是用下面這個鈕 你一開的話就會轉換到前鏡頭 那前鏡頭它其實還可以再更廣 它預設是沒有那麼廣 如果你今天要拍的人多一點的話 這邊有個鈕按下去 它就可以拍得再更廣一點 那這個地方是只有在拍照的時候有了 在錄影它就沒有這個功能讓你開啟 OK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把所有的相機的功能 細節還有什麼地方應該要怎麼去使用它 這邊都做一個比較細項的解釋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在使用相機上面不了解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也可以盡量 就算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也希望你其他的觀眾 可能有一樣的經驗 可以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相機 整個細節設定 所有使用的教學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個小鈴鐺按讚跟分享 並不記得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